这一次在北京举办的高峰会里面 全世界有四分之三的国家参加 很明显的 这十年来已经有了丰硕的成果 而在整个国际经济合作的领域 它也越来越大 方式也越来越多元化 处在发展瓶颈的台商来说 这更是一大福音 因为它可以从一带一路发展中 找到新的市场 找到新的出路 找到新的机会 使得它能够突破现在的发展瓶颈 而这一带一路经过了十年的努力 它在整个世界经济的贡献也越来越大 尤其是现在正是金融危机显现的时候 而一带一路可以提供 在金融危机显现期间里面增长的新动能 而在后疫情时代 更可以使各个参与的国家 能够突破发展的瓶颈 缩小发展的差距 在整个就业的处境 整个贫穷的消除 民生的发展上面 都可以发挥巨大而显著的功能